Differentiation 第十三頁第二段片 其實在整個 trigonometric function 的 d 的公式裏面 那個次序就應該是先用 first principle 去證明第一條的公式 我們剛才已經證明了 然後我們如果想要得出 d cos 的公式 我們可以將 cos x 變成 sin pi over 2 減 x 然後用 chain rule 就可以得到這條公式 如果我們要得出第三條公式 就是 d tan x tan x 也可以換成 sin x over cos x 然後用 quotient rule 去d 也可以得到第三條公式 但這裡我們想訓練大家用 first principle 所以在剛才的影片中 我們已經用 first principle 證明了這個 所以第二、第三 我都會用 first principle 證明給大家看 大家都可以當作練習 自己做了再看一段影片 好,d cos x d cos x 根據 first principle 就會出現的一個 然後跟旁邊差不多 我們會用 cos 減 cos 減化圓是 和 sin x sub 2 sine x over 2 sine x over 2 然後 sin x over 2 调到下面,就砌出了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会趋向1 当h趋向0的时候 而前面那个就剩下负sinx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条公式 第三条公式 如果我们想用first principle 去证明tangent 我们可以first principle 背了这个 之后那个有点奇怪 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其中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用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如何简化tangent a-tangent b 我们没有一条公式 我们就自制了 我们其实有一条这样的公式 在tangent a-b 可以变成tangent a-tangent b over 1加tangent a-tangent b 我们把整个份母调过去 就变成这样 我们自制出tangent a-tangent b的公式 在这里就用了 tangent a-b tangent a-tangen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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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 然后这个就变成tangent h 再配合下方的h就有这个 稍后准备吹向1 然后只剩下中复弧 是这个 这个tick h吹向0 这个会吹向1 然后後面就是1加tangent a-tangentだimated death 这是 adalahN book 1加tangent a-tangen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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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 下一集开始大家要用这些公式去D